主席,部长,局长,各位委员,各位同仁,我请张部长 我们现在请张部长 部长,您辛苦了 我想,工保年金化的压力 真的,我知道您跟同仁都很辛苦了 但是,整个为了是什么大家那么辛苦 为了是要让整个工人员退休的制度能够上轨道 那包括,包括我们说私校的这些教育人员 因为我在上一次我们吕昭伟办的协商会里面 我也提过,我也是,虽然说我曾经是私校的东吴大学 但现在虽然是公立大学的教师 但是当时的同事,他们也有告诉我说 整个对于私校的教育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的 制度啊,给付啊,一定要能够公平 那么,但是我,当时我也强调 那么,对于私校等,这种整个从工保转做 从劳保转做工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那对现在的私校教师,其实他们是没得选择 因为他们的前辈已经帮他们选择了 那,本席在这里要向部长这边啊 来问几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要探究的是说 当我们现在的把,现有的公保的年金的制度定下去以后 那其中呢,有两类 两类,虽然说全世界来讲啊 可能只有中华民国目前是把这个年金化的制度分为两类 但是,如果这两类的重点又是在于说 啊,这个,啊,选择一次退的 啊,能够被分到以内 好,那么,是不是又回到过去私校的前辈 帮私校的这个退休的制度啊 把它从劳保转回到公保来 那,现有的这个制度一旦选定下去以后 啊,如果没有一个完备的公平性 那届时啊,其他的公务人员啊 分到甲类的公务人员 是不是又会回到私校的啊 现有的教师的这样子一个一个困境 所以,部长请你 我问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说是按照零点六五的话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 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 公保准备金的被保险人一共是五十九万人 五十九万人大概就是说 像,呃,私校教职员以及公益事业员工像最近 大概靠起来十万多一点点 所以大概可以靠近有五十万的 我们公务人员和 和公地学员的教育人员 那这些人会不会引起什么 最近经济一起不走一遍 我想大部分五十五十多万人 我想应该是 尤其像甲类的部分 对,甲类的部分 应该是多半是能够满足的 那包括甲类的四十六万的公务人员 我想部长大概您也清楚 他们都是满足的 我们也举办过座谈会 也跟他们也沟通过 最大部分他们可以接受 都是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在外面的一群人 就是不满足的啦 国营事业 没有错 只有交通部的国营事业 还是交通部所属的国营事业 那么本席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 当今天我们订定一个 所谓的一个公平的 一个公保年金的一个法的时候啊 一定要站在一个长长久久 这也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翻到 这个权势部所提供出来的资料 也就是部长您念之在之的 就是说 整个对经算啊 整个对经算的结果 政府说 对公保的财务可以负担的能量 那我想部长 你很有前瞻性 同仁也都 这个相当的用心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财务的未来 您又考虑到了 但是本席要强调的是 整个制度的一个未来性 会不会又落到 像私立的这个教师 当时他的前辈 把他从老保转到公保 因为当时公保的这个给付比较好 那结果现在看起来 老保又有这样的一个 好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那一大堆的私立教师要转回去 那现在一旦 我们考虑到这一些 国营事业 尤其是交通 这个部所属的国营事业 他们感觉到 他们可能有受到 这个制度的 不平的待遇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也要 再详细的再给他加以考量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套 比较完整的一个 公保年金的这个法令的推动 我想我也建议 实际上刚刚我提的就是 第一个私校部分 实际上跟他们充分过通 实际上我跟私校的 有关负责人 现在私立学校 他们原则上都可以接受1.3 没错 当然他们的理想 希望跟老保一样 提高到1.5 不过1.3 实际上他们就需要 罚赶快通过 赶快实施 绝大部分私校 应该可以接受了 现在就有国营事业 就交通部的国营事业 那这份部长认为 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公平化 因为实际上刚才交通部 交通部的人事处 林处长 他已经说明 像这些有关邮政局 像这些人员 他现在目前指令 退邮金的 现在的各种情况 实际上他确实是 跟我们公务员 确实是不太一样 是 那现在目前就说 当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想这个责任还是在 行政院 我们全系部 以及交通部 我们还跟他们再聚一些 没错 我刚刚 学习的话 就能不能学习说 推个共识 能不能找出第三个途径 第三个途径 是不是要用这种方法 本席倒未必认同 刚刚我记得 我们韩刚 潘昭伟 他有提醒部长 是不是在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能够去做更好的调试 两类 已经是全世界里面 算比较复杂的 公保年金法了 那如果要分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恐怕会更复杂 不过本席也认为 既然我们全系部也给他精算过了 如果能够在公保财务上 这个表格 我们稍微再去做一点思考 以现有如果从0.6% 一直到1.55% 这样整体的公保财务的精算 那政府所要增加的保费的负担 那么也从0块钱一直增加到 这个169.68亿那么多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 这个不可能拖垮国库 那么来当做我们公保 这个年金的一个公平性 但是呢 既有的这个私校的老师等 他在乙类的部分已经获得满足了 那甲类的部分目前是0.6% 完全是二分之一于乙类的给付额 给付率 所以呢 是不是可以啊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在各种 这个优惠的 他们公 他们这些 这个相关的这种 优惠 退休的这个权益的这个比较之后 那么我们来调整这个甲类的部分 从0.6%至少往这个1.3%的部分 再靠近一点 那你就算你说他薪水领的高 那可能是他工作的这种特殊性 如果你讲说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退休的这个条件 可能不足于一般的公务人员等等 你把这一些 他们退休以后的条件 再做一些比较精致化 跟我们的公保的财务 再做一个比较以后 在甲类的部分 是不是啊 本期来建议啊 把它往 这个比较接近以内的 譬如说如果是1.0 那么政府所要多付出的是 29.69亿到65.92亿 那这个钱 因为我们不动1.3 但是呢 只动0.6 0.6的这个人口 0.6的这个劳工数 退休人员数 有没有那么多 我们再去做比较 至少把这个1.3跟0.6 再拉近距离 那当然这考虑的前提 是他的退休的各种的 超过现在的待遇 如果部长你提现在待遇 本期他还有一点意见 因为现在的待遇 刚刚好像我们旅游员 吕昭伟他有提到 那好像有一个法 但是本期认为 那个法的适足性 是不是说如果该调整 也去调整了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待遇 如果低的人 你随便一调就超过了 所以我意思说 整个退休的一个公平性 不应该在他工作的特殊性 而所领到的这个 这个待遇 那他的薪资 是因为他的工作的特殊性 比如说港务的劳工 那可能比较辛苦 那他的工作的待遇 可能是因为他的辛苦性 他的工作的特质性 而领到这样的待遇 但是我们今天把特 把这个特殊性的工作内容 的领到的薪资 拿来当做他退休的一个 基础的比较 这有一点点需要再考虑 所以工作 超过工作 现有工作给付待遇的 这一个法令 本期是比较不赞成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部长 既然我们在这里 花了那么多时间 部长跟同仁都那么辛苦 那么我是不是 能够再强调 在一个公平性上 再多做一点考虑 然后再来给整个法令来通过 可能是比较好的 那至于怎么做 我相信 部长 这个刚刚 我们江委员说 其实你年纪不大 虽然你也是我的长辈 但是我觉得你的头脑 绝对是还很凌厉的 所以多用一点脑筋 再来想想看 部长加油 谢谢 谢谢